本港楼价连跌9个月 见超过7年低位 政府将会在明天发表财政业讯案 有分析认为如果楼市撤劳 不相信可以虚换楼市跌势 本港楼市跌势未改 猜许物业股价储公布 一月份私人住宅售价指数 按月下跌1.5% 连跌9个月 按年下跌9.4% 跌至2016年10月以来的低位 所有面积分类的单位都录得按月跌幅 当中1722平方尺以上的单位跌幅最大 达到2.2% 430至752平方尺的单位按月跌1.7% 政府将在星期三公布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有地产代理认为 如果政府撤劳 有助书换楼市跌势 但中长线表现仍要视乎息口的去向 这些购买力都会因为撤劳而加快入市步伐 但去到上升的话 我相信就要等下半年 真的美国减息了 大家认定一个减息环境周期出现的话 楼价就会下半年上升 我们估计的楼价今年会升5% 租金指数方面按月下跌0.2% 按年升超过6% 布笑名说1月和2月是传统租务淡季 相信踏入3月后租务市场会转趋活跃 而在政府高财通计划之下 对本港住宅租务市场会有支持 无视电视记者 盧沛音报道